不喝了 不喝了 咋你们家面馆那帮人 是什么人啊 那个人叫杨明科 他想霸占我们家面馆 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杨明科 乱傻的 就是西安本地最大的流氓 最大的流氓 那你怎么应付得了啊 我和十三哥想了办法 能对付的 啥办法 吃点菜吧 尝尝 真是老公 还吃呢 正上去 我叫镜丑娃 您贵心 你干吗呀 这是你们家伙计 这是我的一个小弟弟 小弟弟 你叫我姐就行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不用了 我送你回去 小姐姐 那你慢点 姐 姐 方令女娃是谁啊 叫啥名字啊 干吗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她结婚了没有啊 你想打个主意啊 你没戏 啥叫没戏啊 没戏过此事了啊姐 你告诉我 这哪家伙计啊 喝酒了 喝了一点 看看她 姐 咋了啊 去哪儿了 我没去哪儿了 我这刚买俩包子 不让人吃了 我跟你说 丑啊 咱们是在人家这儿干活 你别乱跑 让人看见说闲话知道吧 我知道我干着呢 你干个屁了你干 哥 你看见没有 刚刚和赵小姐在一起的 那女娃是谁啊 我哪知道 不是 丑啊 我得多说一两句啊 你要这样下去 你早早晚晚 得死在两人上堵一场 一个是女人 一个是堵 别干活了 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女人 那我死也值了 啊 会不会太冒险 九十六军军部 花这么大力气去放一个面馆 肯定有更深的用 我认为 军部收拾杨领克 目的 就是想通过她 抓住胡振宇的把命 可是军部为什么要对付胡振宇呢 因为倒霉俊梁的事情 据我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 胡振宇肯定是参与了倒霉军梁的事情 军部也知道她有参与 但是没有证据 所以 就想通过她最好的朋友杨明科身上 找到突破口 如果军法处抓了杨明科 找到了犯罪证据 那胡振宇肯定同意的关系 胡振宇一旦被抓了 我想通过她 进入西安上层社会的街 就跑她了 那就赶快给胡振宇打一个明明电话 通知她一下 走吧 你怕了 时间太仓促 我怕出问题 你就按我说的做 不会出任何问题 一旦抓了杨明科 就在你诊所的地下室 是审判的 这个 会不会太错了 没有时间了 我们必须跟在军法处之前抓了杨明科 审判出胡振宇到底犯了什么错 一旦掌握了胡振宇的犯罪证据 我们就能以此来要挟胡振宇 为我们的服务 这样既保住了胡振宇 也能让他跟我们合作 还有比这更好的酒 来 赵老板 我先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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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你了 快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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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那个咋样了 现在是这样 军法处啊 来 先喝口水歇会儿 谢谢 是这样啊 军法处呢 现在正在审 杨明科的手下 我估计这三五天肯定能有个结果 别吃别说 我其实在部队已经吃过了 就给你弄这么多吃的 吃 瞧你那德行 吃吃吃吃吃一块 有把握没有 是这样赵老板 你想呀 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 查出一两件 我估计问题不大吧 去趁饭 对了 我现在军部呢 已经恢复你们俩的军级了 接下来什么打算 什么打算 发生这么多事 跟着你也当不了官 二人不去了 那我呢 我也不想当兵了 我就跟着二宽哥 不 我跟着赵老板还有赵小姐 我就待在这面馆 我走了 那可可行 吃点鱼 哥 你也吃会儿 你分下去了 别提了 给我弄到教导团去了 这还是这军长亲自给介绍过去 你说咱哪是当老师的料理了 非说我有实战经验 说我带兵打过仗 其实我先说了 我这都是被打的经验 哪有打别人的经验 那也挺突然的 还当上老师了 他就认了呗 估计在西安得待上一阵 那多好呀 你待在西安 咱们三个兄弟也不会分干什么呀 等我们面馆不忙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去看你 再说吧 干嘛上前线 打仗要命的 让我说呀 你也别太急 这小鬼子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完 是不是 以后有的是机会 是 丫头 到我的房间柜子里啊 把那瓶好酒拿来 帮了这么大忙 得好好谢谢人家 赵老板不好意思 现在部队有规定 不让喝酒 这别装了事不是部队 那稍整一点 好 小鬼 那得我先 那得我先 你咋来了 我看你喝酒喝多了 给你煮了点磊水 我没喝多 我这是上 我没喝多 我啥都记得 我咋能喝多了呢 那不是咱赵老板赏的酒吗 没错吧 我咋能喝多呢 啥事都知道 你喝多了 你真啥都记得 啊 那你记得那天 我在这摔了你服务 你跟我说的啥 那天啊 我说我要不是因为牙齿松动了 就跟你回家吃面了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 枪 要不是因为那天枪被人抢了 我一直送你回家 还有呢 没了啊 你跟我说你第一次救我的时候 你就喜欢上我了 我说的 其实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也知道 你是因为二宽哥 才不敢接近我 其实你第一次救我的时候 其实你第一次救我的时候 我也喜欢你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能嫁给你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赵小姐 赵小姐 喝杯茶呗 干啥呢 十三哥 赵小姐咋来了 喝点汤喝 来 好 我问你个事 有个小事 赵小姐 在你心里是个什么位置 好好论问这个事 赵小姐 她是天下最好的女 我为了她 可以死 到了 你信吗 我当然信 那个二宽哥 对赵小姐就死心塌地 把心都给她了 看来我得先把自个儿嫁出去了 啥 嫁给谁啊 报告 好 进来 局长 您不是叫我 去宪兵队打听杨兵科的人 被抓的事吗 怎么样了 他们都说不知道 最近那个宪兵队也没关人哪 没在宪兵队 那被关到哪儿去了 后来啊 我找个熟人 那人对我说 宪兵抓人之后 就直接送到军法处了 军法处 不 明哥 我是吴仁 你的人被抓是个阴谋 他已经被你交到军法处了 怎么样 找了吗 报告处长 找了 去年福人家老板围装案 就是由杨兵科艺术插柄实施的 抓 你干什么的 走 走 杨兵科 射箭杀害术存在老板 杨兵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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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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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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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我只是受人所托 有人找你想单独聊 谁想找我们单独聊聊 见了面了就是 拿枪毙个女人 追吧 那就看你了 你要是不答应我 当场毙了他 明珂救我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我不去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死他 用不着吕洞说 好 说 谁派你来的 说 别开枪 我说 你抹发了 什么事 你抹发了 什么事 你抹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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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抹发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就在你家门口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这就过去 我这就过去 这家伙伴之上像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给它化成像 到西安城所有的医院问来 是 报告 进来 科长 杨明科所有的厂子他们都去过了 这家伙八成是逃走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报告 进来 局长 有一位姑娘找你 姑娘 小叔 明明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小叔 你看我做了一个新发型 好看 这人长得漂亮 留什么发型都好看 小叔最疼我了 我今天第一次来 这就是咱们局长大人的办公室啊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在我印象中 局长大人的办公室应该是那种 特别大 特别豪华的那种 你这儿 差点意思 非常时期经费紧张 这样已经不错了 对了盈盈 你也来西安很久了 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小叔帮你找份工作 不要 我这刚才几天 没玩够 没玩够那就好好的玩 来 喝杯水 嗯 谢谢 叔 叔 我刚才做头发的时候 听见旁边的人说 昨天夜里发生枪战了 当场就死了人 北京 你杨叔叔家门口 那凶手抓着没有 交给军统了 军统 为啥 死者是个牙医 在他的牙医诊所里面 我们发现了密血药水 在他柜子夹层里的痕迹判断 应该放着电台 不过被人拿走了 初步怀疑死者是个间谍 就交给军统处理了 怎么办呢 这里还有间谍呢 共产党委政府 美国人 日本人 多了去了 何止间谍呀 太可怕了 所以你要小心啊 为啥小心 小心别被坏人利用了 叔叔 你别逗我呢 对了 给你看个有意思的 嗯 在这个牙医的垃圾箱里边 有人发现了一张纸条 不过不是原件 应该是未发出的电文 似乎是这个牙医 对另外一个人的评价 我给你念念 保密 新任职组长 尚不熟悉环境 急于展开工作 似有激进冲动之险 对于可能存在的危险 深表忧虑 总部能予以提醒 看来这个牙医 对她的上级评价不高啊 根据邻居的反应 在听见枪声的同时 他们还听见了汽车声 军统的人沿路追查 在探视街的一条巷子里面 发现了这辆被遗弃的汽车 就离咱们家不远 在汽车座位下有半个鞋印 根据鞋印的判断 应该是女的 女的 你说这间谍找你杨叔叔干什么 你杨叔叔这个人我了解 他跟间谍扯不上任何关系 是 你说我杨叔 他能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杨阳 昨天晚上你好像回来得很美 我去那个豪爵夜总会啦 真的 当然 不信你可以去夜总会问哪 是吗 叔叔 你不会怀疑我吧 你别多想 你父亲把你交给我 我就得对你负责 不过军统啊 满世界在上这个女人 我是真有点担心呢 西安 你怎么这么露啊 西安适乱啊 要不然你回老家吧 叔啊 你要赶我走啊 我实在是太忙了 怕照顾不好你 跟你父亲没法交代 你得了吧 我算听明白了 你这都是借口 现在你就认为 我就是那个间谍 你 莹莹 非得让我把话说那么明白 你说 你说呀 算了 你是我侄女 你刚从日本回来 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间谍罪可大了 我这个警察局副局长 不好使了 那好吧 那有听叔的话呗 回老家去 不让叔天天为我担心说话 听了吧 来 这才是个好吃的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赵小姐呢 师傅你咋路 你别再提赵小姐了 她一出来又哭哭啼啼的 过头都有伤心了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跟赵小姐道个别 好走不走 我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 赵小姐 赵小姐 哥 赵志宜 我走了 赵志宜 赵小姐来了 赵小姐来了 干什么 不让说话了 赵小姐 我要和赵小姐道个别 十三哥 你这就要走了 下次再回来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你们好好经营这个面馆 好好相处 那我能去看你吗 看我 媳妇 媳妇 来 给你介绍一下我这俩兄弟 二宽 叫嫂子呀 丑娃 叫嫂子 小红你咋在这儿啊 你也在这儿 是啊 我一直在这儿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是小红 吼个屁 吹个屁 吹个屁 现在就嫂子了 看 叫嫂子 我叫你出口 师爷 小红 人来 是 十三哥 你瞧瞧这儿这么乱 咱们走 后面的事就看你小子的了啊 啥意思 啥意思你看不出来 可怜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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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啊 你让这儿给你照顾的 太久了啊 好久不见了 漂亮了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你弓了一个趁不敢玩啊 你 你给谁看哪 啊 是我承认 我常常还不如你 等你让邪谢死他瞧 他俩多伤心啊 行了你别狗咬吕洞宾 不知好人心了啊 他伤不伤心我现在管不了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伤心 这些事 我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你赶紧哄他去吧 我走了 这演戏给你看不为你好 滚 联络局が壊されたこと 私の責任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 私反省しており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今新しい計画を立て 村民が軍事武器を売買したことは 法杉はしています その情報を応用して 法杉を日本側に捕られてきて 聖安で新たな人脈を立てるつもりです 許可を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失敗したことに深刻に反省すべきだ 聖安にも重視し 近頃公軍は延安に対する軍事行動を起こす 直ちに偽善に戻り 情報組織を立てること 延安八路軍の情報を収集し 公軍の一号作戦に協力する 赤宇 朕宇 这我就得说你了 人家盈盈在咱们家住得好好的 你怎么说让走就走了呢 对吧 盈盈 小婶 你也别怪我小叔 现在心烟这么乱 我小叔是担心我的安全问题 你要是想我了 这么着 过一阵等心烟不这么乱了 我回来看你嘛 说得也有道理 那到时候你可得回来啊 咱们俩好舅舅伴 盈盈 小叔给你准备了两条黄鱼 你也不小了 该有点私放钱 别告诉你爸 留着该用的时候用 这回真影响得周到 那谢谢小叔 谢谢小婶 那咱们走吧 好 我去看车备好了没有 我来帮你拿行李吧 不用不用不用 小叔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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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小叔帮你拿吧 好 您帮我拿 杨阳 你也是大门娘 心里应该清楚 什么事该干 什么事不该干 别让我和你爸为你担心 小叔 小叔 您说的话我多记住了 小叔 您说的话我多记住了 什么事该干 什么事不该干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不会让你为我担心 那就好 车差不多了 小叔送你 好 厨阳 军发厨 厨阳厨来了 这位没空 那回头再来 是 郡座怎么说啊 郡座要开一天的会议 没时间见你 下次再说吧 那你有没有说 我有关于廖寨 你的重要情况 也要向上汇报 说了 郡座的意思是顾不上了 以后再说吧 好 胡局长 喝点茶 谢谢 赵叔 真是对不起啊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我听说赵小姐前两天去警察局找过我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再嫌 我在外地出差 实不相瞒 家里确实有一个亲戚 看上了你们家的面馆 但是我真没想到 他能打着我的名头来吓唬你们 我还听说面馆被砸了 他就是 无法糊填 你怎么Rea 你怎么能打着你 你怎么打着我 你怎么打着我 我打着你 脉下来 我看看我 我先打着你 封锏 赵叔 这您都不用说了 对不起的是我们 这瘟子谁谁都不能卖掉 我向您保证 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来骚扰你们 这个是我有点小意思 不是 胡队长 不不 赵叔您听我说 店已经被砸成这样了 我心里真的是过于不去 你还让我在您面前做人吗 我 我死的心都有啊 赵叔 真的 你一定把这个收下 胡队长 你听我说 这个你一定要拿回去 咱们都别说了 赵叔 话我已经说过好了 告诉你 好吧 胡局长 你真是啥意思 你一定收下 胡局长 不不不 赵局长 赵叔 赵叔 如果您真不收下的话 我以后真的没办法再来 告诉你 赵小姐 爹 孩子啊 记住啊 下次他来 一定把他还给他 看一看 看一看 姐 我怎么觉得这个胡真宇 看你的眼神怪怪的呢 你看 把韩哥都生气了 不会说话 别聊天啊 就算他对我有想法 我对他也没意思 是 看什么看 干活 开长 你们找你 干什么呀 这么紧张 谁呀 是个女的 不认识啊 女的 我知道你玲玲找那个女的 是为了故意要气我 我也知道 你其实是喜欢我的 我不是一个死杂乱打的人 你要是明确告诉我 你不喜欢我 我不会再来找你 说话呀 你 你上来就说这事 你这让我咋说呀 心里咋想咋说 就说你喜欢 还是不喜欢我吧 心里 我啊 我心里 是喜欢你的 不 但这二宽那是我兄弟呀 那二宽也喜欢你呀 你说我们兄弟俩 也不能抢你 那这事让人听着不是笑话 那你打算咋办 不知道该咋办 我是当大哥的 而且二宽原来在战场上 还救过我的命呢 你说为了你 那我们俩还能连兄弟都做不了呢 不想伤他 你就舍得伤我 你看 你看你 你这不是逼我吗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俩呀都不适合你 你就应该找一个教书的 开药铺的了 我们俩都是当兵的 也不能天天陪着你啊 万一哪天上了战场回不来了 把你给耽误了吗 我不在乎 只要你是真心待我的 你这样 你现在怎么这么说 弄得我挺不爱的 让我们想想 我会等你的 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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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老爷 秀逸 你看看谁来了 是盈盈回来了吗 娘 你走这么多年 娘都不敢认了 娘 你怎么样啊 我怎么听爹说前两天病了 好 好 挺好的 这娘一看到你呀 啥病都没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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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不说了 这盈盈肚子也饿了 咱们边吃边聊 走 吃饭去 走 走走走走走 走吧 走走 弟兄们 就要渡河了 保家卫国 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就算克死他乡 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也要打出我们西北军的威风 保家卫国 不如使命 死而遭矣 说得好 不扔钱 每人再吃一碗我们家乡的面 赏面 没事 苏哥 进来 苏哥 余剑大人 回来了 我听说九十六军已经开拔了 我马上就赶回来了 我通过蒋主任 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了 以后办事低调点 别那么张扬 军法处失去孙伯凌这个靠山 估计他们轻易不敢再斗 谢过大哥 不整垮那个面馆 我势不为人 怎么还没忘的面馆啊 您说我能忘吗 我阳门柯的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啊 现在整个县城都知道了 我阳门柯居然栽在一个面馆老板的手里 我得找回这张脸呢 要不然 我还怎么生存 我还怎么混 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 载着赵明杰 然后嫁货为二宽和那个叫什么丑娃的 他那个时候 就剩下赵志怡一个女孩子了 她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她就会乖乖地 偷入您的怀抱不是 一剑三叼 校长 那又找得了这么热的 这些老百姓 在国外送九十六军上别县 今天就走了 好 为了交你们任务 训练呢 先交给副会长 你马上再保证副会长 接心新兵 是 得猪 宽哥 那面啊 你就给它放在盘里醒一宿 明天就能用了 好嘞 你早点休息吧 累了一天了 马上干完了 好 哦 赶紧休息 哎 哎 干啥去干活呢 这 一 二 哥 来 来 尝尝 酒哪儿来的 好 好 好 天之涯 地之交 之交般凌落 一壶桌 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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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